来看一个地方的经文 首先我们看这个 创世纪的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 第三章第八节 第三章第八节 创世纪第三章八节 你看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听众姐妹 你看神每天晚上都散步的 跟我说神散步 是不是 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对不对 就是神在走路 在行走啊 这时候 他是他们已经听到某个谎言 吃的分别上手的果子 对不对 所以他们听见了神的声音 就藏起来了 而且没有 诶 换言之 如果他们没有 吃分别上手的果子之前 那神在园中行走 他们会不会藏起来 会 哇 这很重要 阿们 阿们 所以 神创造人 你看到一件事 在人没有听魔鬼谎言之后 没有听魔鬼谎言之前 神和人之间是有美好的关系的 跟我说美好的关系 美好的关系 所以你看到在第二章 神和人世都有很好的交通 阿们吗 神和亚当啊 都是有很好的交通 所以神对亚当说什么 那都是很怎样 很美好的 所以神 甚至把动物带到亚当 亚当面前 亚当都能给他们取名字 这个体现了神与亚当之间 有美好的关系和谈气 三章八节说 亚当华神在圆中行走 阿们 就说明一件事 神和人本来是有正常的关系的 所以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 只有人 才能与神有关系 人与神有关系 因为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 所以人拥有神给的权柄 可以智力管理事业 如何智力管理 首先是因为人与神之间有关系 跟我说有关系 有关系 有好的关系 然后才能够更好的运用这个权柄 智力事业 所以这非常重要 关系永远是第一的 跟我说关系是第一的 关系也是第一 所以关系是第一的 当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好的 是正常的 这些所有的权柄的运作 也都是正常的 神在圆中行走 以及神和亚当夏娃说话 他们都是有美好的叹气 阿们 但是当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出现问题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 不但关系破裂了 没有正常的教度呢 权柄也是吃的 是也不是 是 好 所以弟兄姐妹 那么主耶稣来 他是干啥的呢 他是恢复我们 与神之间的关系的 阿们吗 我们看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 十 好 十三节到十七节 或者十八节都可以 我们看一下 以弗所书第二章 十三节到十八节 好 这里的经文你看 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说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远离神的人是不是跟神没关系啊 没关系 是不是啊 你们从前啊 说的是你的从前 对不对 时间 时间观念很重要 概念很重要 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呢 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清净了 阿们 看到没有 今天 你是活在从前 还是活在如今 要分得很清楚 从前是远离的 跟神是怎样 关系是破裂的 但如今呢 跟神怎样 清净了 跟我说清净了 阿们 所以清净是和好的 关系是和好的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与神清净了呢 因着基督耶稣的保血 阿们 所以我们是因着耶稣的保血呢 他在学习禁了我们的罪 赦免了我们的罪 所以他的血使我们与神清净 是不是关系和好了 阿们吧 跟我说关系和好了 好不好 所以耶稣基督的保血 耶稣基督的舍命流血 他是恢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 当关系被恢复了 权柄也被恢复了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下面十四页说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这个中间隔断的墙就怎样 就拆毁了 就合一了 完全合一了 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就是那些定罪你的呀 咒诅你的呀 让你害怕的呀 这些规条啊 都废掉了 我要将两下记得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对你身边的家人说 你是新造的人 你是新造的人 阿们呢 新造的人 新人就是新造的人 所以要看到一件事 在新约保罗书信的教导里面 不但地教导的有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啊 所以你是新造的人 所以新造的人呢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所以我们是与神的和好了 和睦就和好 对不对 记在十字架上 灭了冤仇 便记着十字架 是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 跟我说归为一体 归为一体 看到没有 以前是分开的 两只手是分开的 信了耶稣以后 你看 阿们呢 归为一体了 是不是 抱在一起了 所以你跟神还能不能分开呀 分不开了 所以你信耶稣 不管你在这个真理上 没有听到这个真理的话呢 那你是怎样 那你活不出这个美好 你活不出神与你同在的那个美好 那个和好的那个关系 魔鬼骗你啊 让你忧虑害怕 甘心啊 等等 你还会被他欺骗 所以你要明白真理的道以后 你会发现 哇 我与神合一了 是一体的 跟我说合神是一体的 阿们 你看 不但合好 还是一体的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一体了 与神合好 这就说明一件事 神的 都是你的 阿们 是不是 你和他一体的 是不是他都是你的 然后你在外面 你说话 你形式 都代表谁呀 代表神说话 谁形式 阿们 所以这就是与神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 并且谈福音 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他尽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记得 他被一个胜利所感 被尽到父面前 所以这些都是讲到的是怎样 讲到的是 我们因着耶稣的救恩 耶稣的保血 耶稣舍命流血 我们与神 和好 阿们 我们成为新人 与神和好 与神合一 与神成为一体 这是新约的真理 这个旧约之下的人都没有的 这个话不是对旧约之下的人说的 这个是对新约之下的人说的 阿们 这个不是对外国人说的 不是对不新的人说的 是对基督的教会说的 所以如果你信耶稣 你是基督的教会 你看 这些真理就是你的 好 跟我说 我与神和好了 我与神和好了 马可福音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 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几章 我们先看一个地方的经文是 哎 马可福音的第六章 好 马可福音的第六章 第七节 第七节 找到没 找到读一下 好不好 天祖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这里你看到的是什么 是不是樱坞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开他们出去啊 所以他们出去 他们能怎样 给他们权柄是不是 让他们能赶鬼 阿们 所以这就是与权柄的彰显 但是你必须要看到一件事 他们能出去赶鬼 能出去做这些事情 他有一个前提 前提是 他们是耶稣的门徒 阿们 而且我们还往前面 进一步来看 进一步看他们与耶稣的关系 这是马可福音的三章 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 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 我们看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耶稣上了山 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也要拆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弟兄姐妹看到没有 耶稣呼召门徒来 并不是直接就叫他们去干活 在这里 在这里你看到是怎样 他设立十二个人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跟我说同在 阿们 是同在在前 还是干活在前 不是先干活的 知道吧 你来到我们的当中 不是先让你干活的 先和神同在 先享受亲密的关系 阿们 是不是 跟这个关系好了以后 你都明白了 你是好了 再干活 我们当中干活的 都是因为先已经怎样 你看这个 我们这带黄带着的 你看带黄带着的人 他都是先在神面前 已经怎样 已经领受了 阿们 好不好 领受好了 他与神有关系 关系更亲近 和神在一起 更亲近 后面他就能干活 所以传道赶鬼 都是干活的 怎么样 就是权柄的层面 所以你看到先是关系 你看耶稣设立这十二个人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同在 所以神渴望人与他同在 阿们 渴望与人之间有美好的关系 美好的盘气 包括人与人之间 其实也是这样 如果这个人没事都不找你 一找你就有事 就叫你干这会儿 干那会儿 哎 你是不是觉得时间长了 嗯 好像一打电话 就要我干活 是不是 这就不一样 如果平时你们关系好 经常有 哎 有这个谈气啊 有聊天 有沟通啊 其实他不用叫你干活 你都主动会关心他的 阿们 你的主动他需要做点啥 所以这是一种关系 所以我们与神之间 首先是关系的建立 当你关系建立 跟他和好 跟他在一起 接下来呢 其实他想要做什么 不用他吩咐 你自己都知道的了 阿们 阿们 你你跟他能够这样 能够明白他想要做什么 明白他的心的 所以耶稣呼召门徒 其实首先是这样 建立关系啊 建立关系 接下来才怎样 才拆他们传道去赶鬼 好 今天我们要明白 这就是神的次数 阿们 今天我们已经与神的关系 和好了 跟我说和好了 好不好 所以你要想更多的 与神亲近建立关系 你需要怎样 你需要和神在一起的 阿们 需要和神同在 和神在一起 阿们 所以今天我们怎样和神在一起 一是听道 二是方言祷告 好了吗 好 我们看两个地方的经文啊 好 我们 首先来看 使徒行传啊 好 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的 第一是听道啊 神的道 跟我说神的道 神的道 好 我们要看 使徒行传里面 有关系到 第六章第七节 我们先看第六章第七节 找到吗 来读一下 预备开始 神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 门徒树木 加征的圣都 也有许多祭司 信从了这道 看到没有 神的道 兴旺起来 道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信息 所以神的道 兴旺起来 就是说神的道 大量的被传讲 大量的增加 阿们 不是一个礼拜 天几天道的 弟兄姐妹们 早就饿死了 死了 一个礼拜 天几天道的 都饿得枯干 啥动都动不了 出来的教会 天天听道啊 这些使徒们 天天讲道的 不是一个礼拜 讲一场的 弟兄姐妹 他们的生活方式 天天就是讲道 听道 然后干什么 方言祷告 圣餐 哇 传福音 避免干净 所以初代的 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是有福大 天天都听道 跟我说 天天都听道 是不是 底德使徒们 他们天天都讲道 这些初代的教会 弟兄姐妹 天天都听道 因为天天都讲道 天天都听道 所以神的道 就兴旺起来 阿们 神的道兴旺 就是加征在你身上 所以神的道 怎样 越发的复兴 越发的兴旺 增加 接下来 你看到怎样 门徒 怎样 数目就加征 所以 什么先加征 神的道先加征 阿们 今天的门徒们 数目就加征 你看 也有许多的祭司 信从了这道 跟我说祭司 祭司 连祭司都信了 祭司是犹太教的 那些负责人 所以你看连祭司都信了 耶稣 信从了这道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怎样 看到到神的道兴旺起来 跟我说兴旺起来 兴旺起来 是不是 所以先要 让大量的让神的道来 在你的生命中兴旺起来 兴旺起来 十多行传十二章二十四节 来我们看十二章的二十四节 对 十二章二十四节 好 我们看这里的经文 神的道日渐兴旺 越发广传 是不是 所以它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神的道兴旺 十二十四节 神的道兴旺 兴旺就是增加成长 哇神的道越发的被传讲出来 所以使徒们的传道啊 传播能力啊 非常强的 看到没有 他们对神的道认识的很前辈 讲道传播的能力非常强 所以你看到 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神的信息 日渐兴旺 跟我说日渐兴旺 日是不是天啊 天天的 不是月月哦 年年了 月月才兴旺 年年兴旺 兴不起来的 就像这个 赚钱也要日增月胜 是不是 天天有钱进账 那一月下来 一年下来又赚不上钱 是不是老板 哈哈哈哈 一年不赚钱 天天不赚钱 到底靠过年赚一年 那不行的了 这叫天天要怎样 跟我说天天加增 天天加增 是不是 天天加增 你就怎样 你就越发的兴旺 所以神的道也是这样 你看到日渐兴旺 就说明一件事 天天都传道 阿们吗 天天都听道 然后天天都传道 天天都听道 当使徒天天都传道 门徒天天都听道 听到 当他们天天都听道以后 他们也能天天都传道 明白吗 他们成长得很快的 你看 使徒天天传道 门徒天天新道 听着听着 他们也能这样 也能传道 阿们 所以这个道 是不是越听越多 越听越增加 越传越多 哇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 初代的教会 为什么这么复兴 因为他们天天都传道 阿们 这幕后的时代 教会要复兴 应该怎样 哇 也要 首先是要神的道 希望起来的 阿们 阿们 你神的道 希望起来 天天都传道 天天都听道 几年下来 肯定复兴的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这么奇妙 所以神的道 要增加 成长 就是要天天传 越发广泉 好 《石头行传》的 十九章二十节 《石头行传》十九章二十节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预备开始 主得道 大大兴旺 而且得胜 就是这样 十九章二十节 厉害不厉害 厉害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啊 保罗在 以弗所这个地方 天天讲道 讲道多少年了 将近三年左右的时间 两年之久 其实是将近三年 保罗是天天讲道 跟我说天天讲道 看到没有 当然天天讲道 天天讲道 到一个地步 这个道的成货 跟我说道的成货 仓库里要有成货的啊 你的成货太少了的话 你还想发财 发不了财 成货得多 是不是 所以神的道 在保罗这样 天天讲 天天讲 讲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道的成货 无论是浓度和高度 都越发加征 所以到一个地步 你看到没有 第十节说 两年之久啊 在那里 有两年之久 天天讲道 所以叫一切 住在亚西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都听见 读的道 接下来就 神迹爆发 跟我说 神迹爆发 阿们 发现没有 都建立在神的道上的 你看下面 这就说 十一节说 神迹保罗的时候 行到些 非常的歧视 十二节说 甚至有人 从保罗身上 拿手巾和围裙 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了 恶鬼也出去了 是不是神迹爆发 神迹爆发的 所以疾病得一致 所以为什么神迹爆发 疾病得一致 因为神的道 兴亡 神的道 越发加增 成祸越来越多 所以当你听到 听到你里面 神的道 越来越丰富 要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 丰富富 沉在心里 阿们 是不是这样 郭德西说 第三章讲到 要把基督的道 丰富富的 沉在心里 跟我说 沉在心里 沉在心里 阿们 所以每一次 你听到 都是在干嘛 都是把神的道 沉在心里面 跟我说 沉祸 沉祸 你心里面 要有祸 要有什么祸 神的道 基督的道 心里面 有没有祸 沉祸 多不多 把基督的道 丰丰富 跟我说 丰丰富 阿们 为什么还有怀疑 有忧虑 有担心 有负面思想 说明一件事 存货太少了 看到没有 如果你的存货 都 丰丰富 的 沉在你的心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 你接下来 怎样 这些神迹 都会发生 所以 里面的存货 非常重要 当保罗在这里 大量讲道 这仓库里的货 越来越多 所以二十年 你看到 主的道 大大兴旺 而且得胜 因为他怎样 胜过的那些 黑暗城市 阿们吗 那些拜偶像的 那些搞邪术的 行法术的 以及跳大神的 是不是 这些 教鬼的 都怎样 都悔改了 跟我说 都悔改了 把他们的书都烧了 是不是 这些教鬼的 这些人 他们也怎样 也都开始 做也怎样 回到 也开始新耶稣了 所以他 神的道 大大兴旺的时候 他这些 伦力 权柄 就会彰显 所以你会发现 第二节 二十节说 主的道 大大兴旺 而且得胜 跟我说 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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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所以得胜 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 这个得胜 有四层意思啊 得胜 不仅仅说 得胜 得胜 你要知道 它什么意思 得胜的 第一个意思 是什么呢 健康 跟我说健康 是你健康的 所以当你听着神的道 你看他听着听着 你里面就有信心 有力量了 你的医治 神的话语 就是医治全体的良药 你就得医治 就健康了 阿们吗 所以第一个意思是 健康 跟我说健康 阿们 第二个意思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是有权力 跟我说有权柄 阿们 所以当你听着神的道 神的道会开启你 让你知道 你跟神关系好了 让你知道 你是有权柄的 阿们吗 所以你听到 这个道以后 你会怎样 你会知道 怎么用权柄 是不是啊 就是是 关于权力方面上 你可以用权力 权力方面上 你会把它用出来 如果你不明白道 你根本不知道 怎么用权柄 但是你明白道以后 你就知道 怎么用权柄 阿们吗 对神的家人说 你是有权柄的 阿们 你是有权柄的 所以神的道告诉你 你是有权柄的 好 第三是怎样 第三是 能够参与使命 就是足以胜任 完成使命 这是在使命方面上的 第一是健康方面上 使你恢复健康 第二是权力方面上 权力 使你运用权力 第三是使命方面上 阿们 使你怎样 使你足以胜任 完成使命 看到没有 这是需要什么道的 使命才能让你参与使命 足以胜任 完成使命 我们活在世界上 是有使命的 对神们的家人说 你是有使命的 阿们 所以我们不是 自己吃好 吃好 穿好 赚钱 怎样 不是的 我们的身上 是有使命的 阿们 神给我们的 有福音的使命 他国度 传扬他福音的使命 对不对 你看我们这个场地 其实都是 是不是 都是神感动 弟兄姐妹 预备 我们算是盘福音 算是门徒训练 算是聚会 这都是在参与使命 跟我说参与使命 阿们吗 不管是预备场地 还是我们大哥奉献场地 还是你坐在这个地方 我们都是在怎样 参与使命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 神的道的原因 我们认识到 我们要训练 要被成长起来 所以你看 现在的场地 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上一次来是怎样的 现在来是怎样的 你发现 越来越好 阿们吗 所以神就 赐福这个地方 阿们 赐福我们这个地方 越来越好 越来越丰富 是不是 越来越能够怎样 参与使命 完成使命 阿们 对你神的家人说 参与使命 完全使命 阿们 所以这是有神的道 神的道兴旺 那神道不兴旺 他会有这样的果效 然后最后来 第四个方面上 是价值方面上的 价值方面上 你能够怎样 活出价值 活出成就 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所以这个得胜 是不是非常的全面了 你又得健康了 又有权力了 又能参与使命了 这一辈子还怎样 活得很有价值了 对你神的家人说 你是得胜者 你是得胜者 阿们 哇 这是太美了 所以这样的人生 才是最美的 最美好的 所以主的道兴旺 起来 而且得胜 他能够使我们人 全方面上被恢复 而且拥有产品 参与使命 完成使命 活出神 创造我们的计划 活出神 创造我们的计划 好不好 所以你看到没有 神的道兴旺 重要不重要 只有神的道兴旺 你才会得胜 阿们 才会得胜 好 最后我们看 最前面我们讲的是 神的道 跟我说神的道 所以神的道要兴旺 兴旺 神的道在你的身上兴旺 你就会得胜 阿们 好 接下来我们讲的是 继续讲的是 神的灵 你看这个 歌 天文太后书的一章六节 神的灵 神的恩赐 好 我们来看 天文太后书的一章六节 天文太后书一章六节 对 对一章六节 来我们来读一下 预备开始 为此我提醒你 将 使你将神 祭我按手 祭我按手 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何 眺望起来 阿们 你看 保罗提醒 天文太 天文太是个牧者 是个同工传道员 所以他提醒他要怎样 将神 祭我按手 保罗给他按手 是不是 所赐 所给你的恩赐 这个就是 圣灵的恩赐 再如何挑战起来 这个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方言 神的灵 方言祷告 阿们 方言 所以要让天文太 怎样的呢 让他更多的方言祷告 所以方言祷告 你要越祷告的越多 他会越加的增加 就像听道一样 听的越多 道越兴旺 阿们 然后你方言祷告也这样 你听的越多 你方言祷告的越多 他也越兴旺 如果你不祷了 你不方言祷告了 他这个火就会熄掉 火就熄掉 所以保罗要求 保罗教的天文太 要怎样 要如何挑战起来 跟我说如何挑战起来 阿们吗 你看到没有 这个恩赐要挑战 神的道要兴旺 阿们 你把这两个旺给抓住 跟我说旺 是不是 要兴旺 要挑战 这个非常重要 这是神他运作的方式 阿们 所以神的道 心梦 你就会丢生 那么这个神的灵恩赐 挑战起来 你就会怎样 你就会强大 阿们 你身上就像有火一样的 在燃烧 所以如火 挑战起来 如火挑战起来 而且你看到这个挑战 他原文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原文的意思是 重燃 就是重新燃烧起来 是你的火燃烧 阿们 是你的恩赐 像火一样的燃烧 这就是你的方言祷告 你当你方言祷告 你里面会有这个能力 这个恩膏 像火一样的在燃烧 也就是说 它会被启动出来 它会被调望起来 阿们 所以你会成为火热的基督徒 其实不是凭肉体发热性 是是你的能力 是你的恩赐 是你的火 在你身上燃烧 阿们 这个很重要 所以重新的燃烧 燃烧 而且你看到 它的实态是什么 它的实态是现在是 跟我说现在是 现在是 阿们 现在呀 什么意思 现在就开始方言祷告 听了道以后 就开始方言祷告 阿们 听到了 你道希望 再方言祷告 干什么 现在就希望起来 阿们 调望起来 所以你看 方言祷告 你要不操练的 是不是 当你操练的话 你就被调望起来 只要你里面 一有火 一有信心 一有力量 任何负面的东西 都影响不了 交绕不了你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调望起来 你会发现 它的实态 是现在是 跟我说现在是 现在是 是不是 所以你还等着干啥 现在就应该起来 祷告了 是不是 现在将你里面的火 调望起来 阿们 所以你会发现 很奇妙 它这些 都是让我们看到 看到神 祂的这些运作的方式 运作的方式 祂就是要我们怎样 要我们这些神的儿女 能够拥有 祂的话 祂的道 也拥有 怎样 祂的灵 祂的恩赠 阿们 所以刚才下午 我们已经怎样 已经在这方言祷告 也能感受得到 氛围并不一样 弟兄姐妹 很奇妙的 如果我们继续 祷告一会儿的话 更好 阿们 会经历更多的美好 这个祷告的一个点 我们一定要记住 所以当我们听到以后 我们在方言祷告 听到神的道心 再方言祷告 这个圣灵的火 恩赐条 接下来美好的事情就发生了 阿们 所以当你宣告出来 当你宣告神的话 宣告神的话 能力就出来 恩告就出来 阿们吧 宣告一致 碰就一致 知道不知道 宣告权柄 权柄就发生了 魔鬼就被赶出去了 所以你看 你要听到道明白真理了 你就知道 神给你是健康的 是不是 神给你是有权柄的 神给你是有使命的 神给你是有价值命定的 阿们 然后你就 负面的思想 那些疾病的 负面的 不好的思想 都不接受了 跟我说不接受了 是不是 那些罪的呀 疾病的呀 忧虑的 负面的病 你都不接受了 神的道 它是在你里面兴望 魔鬼的谎言 开始离开 是不是 接下来你开始 方言祷告 跟我说方言祷告 所以你看 方言祷告 它的这个恩赐 如何眺望 眺望就是 一时代是 现在是 所以当你听好道以后 你立即开始 方言祷告 后把 干什么 你的里面的恩赐 就眺望起来 能力就开始出来 这个权柄就开始出来 能力 恩高就出来 接下来你就开始说话 只要是你有感动 你就开始说话 凤一苏的你说出来 是不是把材柄用出来 凤一苏的说话 神的道是透过你的口 说出来了 哇 这个时候 你听着啊 这个时候 当你这样的如火 这个恩赐挑战起来 就是圣灵在你里面运行的 你就是给圣灵运行的空间 阿们 各位说 圣灵运行的空间 圣灵运行 是不是 圣灵在水面上运行 水面上运行 那今天圣灵在你里面 你里面运行 在你身上运行 你是给他有空间运行的 所以当你方言祷告 是给圣灵运行的空间 附着流出活水的江河 圣灵透过你这个活水 在运行 阿们 运行的 然后接下来呢 你说出神的话 所以下回你看 后来我们就讲到 当你里面有感动的时候 要有祸话语的时候 其实就是圣灵感动 你要说话 因为你发言祷告祷告祷告 你里面就有这种悟性的话 有时候想说 或者也有这种感动要说 这个时候 你就奉住一苏的名 把这个话说出来 甚至怎样 你就可以拿个笔 拿个本子 把你所有说的话记下来 而且说出来以后 都把它记下来 你每天都可以这样 训练和操练 阿们 哇 你里面祷告祷告 里面就有感动 这个话要说出来 你就把它说出来 说出来以后 赶紧找个笔和本子 把它记下来 你会发现 都会成就的 这个就是要训练的 要操练的 所以我们要开始养成 被神的道 被神的灵 怎样 认真 操练 可慕的这个心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神的儿女要进到 这个领域里面的 对你神兵来 加上说 你要进到这个领域里面 要进到这个领域里面 阿们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你要做一个 活出权柄和恩高的基督徒 那你就得进到这个领域里面 不是做属肉体的基督徒 也不是做属婴儿的基督徒 我们要做属灵的基督徒 活出这个权命 或者要他运动 我们要进到这个领域里面 那你要进到这个领域里面 你就要听这个领域的道 明白吗 听到这个领域的道了以后 你就要在这个领域开始操练 开始训练 跟我说训练 训练 所以训练是什么意思 训练就是有计划 有步骤的培养你 是你具备某种伦理 阿们 是你这个伦理都要释放出来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不管是你看学修车的 学开车的 学游泳的 学什么技能 他都是要被训练的 是不是 这个教练教他 都是在训练他 而且都有很计划 有步骤的 先学什么 再学什么 再学什么 是不是 先学理论 理论学的 刚刚才在写一二三 最后学好了 会了吧 会了自己干 是不是 听着属灵的事也是这样 阿们 所以我们不是说 我们信了一辈子耶稣 信了几个年 就听你老子的宗教知识 不是的 我们听了真理的道 属灵的道 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 我们要活出这个 权柄 活出这个 圣灵的大能 我们是要被训练的 对于神明的家人说 你是需要被训练的 你是需要被训练的 阿们 所以当你被训练了 哇 你在这种 训练了以后 你会把它怎样 你看 所以神的事情 这些神果的事 这些权柄的事 能力恩高的事 他的彰显需要我们被训练 所以其实你听道是一种训练 跟我说训练 阿们吗 每天你听一篇两篇 都是在训练你啊 你要有意识的 用神的道来训练你 阿们 因为我们以前 都没有这样的意识的 是不是 我们以前无所谓 可是你会发现 你吃饭 每天都要吃三顿吧 是不是 你发现 我跟弟兄姐妹 很有意思 我每天 最少发三篇道 早上一篇 中午一篇 晚上一篇 有一次 我觉得 有些地方 你们不理解的话 我就说一下 我说你吃饭一天 要吃三顿呢 是不是 吃饭一天 吃三顿 你听神的道 是不是 也应该听三篇吧 当然这个不是要求啊 所以这是让弟兄姐妹 认识到神 话语的重要性 阿们 你认识到你熟灵 方内上的需要 是重要的 阿们 所以当你听道 听道 这是一种训练 听道是需要 被训练的 当你训练了以后 神的道 才能够怎样 种到你的心里面 才能够在你里面 兴旺起来 对不对 如果你一个月 不听一篇道 是不是 哪里能信我得了 看到没有 或者你一个礼拜 才听一篇道 你怎么信我 你一个礼拜 吃一顿饭 你能信吗 不行吗 是不是 除非你进食啊 进食可以了啊 所以你看到没有 正常情况下 你天天吃饭 一定要吃三顿 所以这是成为 一个规律 一个训练 一个需要 所以我们 熟你方面上 听道是个训练 所以当你训练到 一个地步 神的道 他在你里面 有丰富的存货 阿们 这是智慧啊 用智慧 把神的道存在心里 你有丰富的存货 你这样训练 然后你的思想 你会被训练 你的情绪 也会被训练 你的话 也会被训练 被神的道所管理 阿们 你的思想 都是于神的道一致 情绪 也是于神的道一致 你可能说的话 也都是于神的道一致 看到没有 就是要这样的训练 不然的话 你的思想 都是负面的 都是忧虑的 问题的 情绪也是这样的 动不动 一会儿开心 一会儿不高兴 一会儿不开心 一会儿怎样 好的不得了 一会儿发脾气 凶的不得了 是不是 特别的善变 异路 暴躁 其实这些都是这样 都是情绪上 最容易被魔鬼跳动的 这是被仇敌给训练 说话一说就是这样 就是负面的话 问题的话 抱怨的话 攻击的话 论诞的话 对于神明的家说 你需要被训练 你需要被训练 阿们吗 所以我们要训练到一个地步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话语 都是 都是 与神的道 是一致的 阿们 是对齐的 这样的话 你就能怎样 你就能够 与神 同频 共振 对于神明的家人说 同频 共振 同频 共振 哇 厉害不厉害 神怎么想 你怎么想 神怎么说 你怎么说 神说要有光 你说 跟着说要有光 阿们 神说得一致 你也说得一致 神说祝福了 你也说祝福了 神说喜乐了 你也说喜乐了 神说平安了 你也说平安了 阿们 是不是一致了 神那里没有吉利 没有贫穷 没有罪恶 没有这些软弱不好的东西 神那里都是好的 所以当你更新到一个地步 你的思想 你的心态 你的话语 与神的道一致 神与神的国一致 与神那里都一致 你说的都是神那里的 接下来好事就发生 阿们 你在一方言祷告 一宣告 这些东西全都发生了 好不好 所以听道是训练 跟我说听道是训练 听道是训练 所以每天你听一篇 听两篇 听三篇 是一个训练 如果你身体需要医治 你就需要大量的怎样 大量的听道 大量的发言祷告 好不好 这里有个见证 这个见证给弟兄姐妹 听一下 看一下 要让你看到它里面的原则 这个见证 是一个癌症病人的见证 他已经得医治两个月了 这个病人的见证 是医院的报告判决书 写的内容是 他已经怎样 癌症晚期 癌症晚期 但是这个弟兄呢 他们不接受医生的报告 不做手术的 看他这里写着说 他没有用过医力药物 也没有 让医生用刀 给他做手术 他做什么事 亲爱的兄姐妹 他做三件事 非常重要 听着啊 三件事 首先当然是 他这个 第一 天天听道 跟我说天天听道 天天听道 阿们吗 他大量听道 神的话语是 医治全体的良药 身体有病的 要不要吃药啊 他不吃人的药 他吃谁的药 神的药 所以第一 他天天吃神的药 吃神的药 全体的良药哦 第二 怎样 大量的说方言 跟我说 大量的说方言 阿们吗 所以他大量的说方言 像我们一讲到 方言是造就自己 阿们 方言是造就自己 所以当他大量的说方言 这个造就自己 不仅仅是造就他的灵 也是造就他的身体 这自己 我们人是一个前人 阿们 是灵魂体的一个前人 所以当他大量的说方言呢 他的灵魂体 全方面都被建造 这个恩高能力 充满他的灵 充满魂 充满身体 阿们 这是第一次呀 这是第二 第三呢 他天天领圣餐 跟我说天天领圣餐 天天领圣餐 这个圣餐很重要 所以当他天天领圣餐 他就天天纪念一书啊 是不是 纪念一书 就是相信一书受病 让我得医治 相信一书留情习近了我的罪 阿们 我是健康的 我是公义的 阿们 他纪念一书 他就相信一书为他做成的 相信一书为他做成的 他就相信自己就是健康的 是不是 相信自己就是公义的 这是耶稣做成的 所以他这里 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他大量的这样操练 在饮食上也有些调整啊 以前可能大鱼大肉 实际吃 这之后就是大鱼大肉 吃的少一点了 尽量的让身体轻松一点啊 吃一些植物类性的食物啊 比如说蔬菜水果 这样啊 无不杂粮 除粮这些 因为他是癌症病人了 所以他 比如说你想高血糖 高血压 高血脂 癌症 这些情况 连库里牧师都讲过一句话 高血糖 高血压 高血脂 通过改变生活方式 就会得医治 跟我说通过改变生活方式 通过癌症 就会得医治的 所以你听到 在改变生活方式 很快得医治 是不是 就是以前大鱼大肉吃的 那个毒素和气味都堵了 气压都变浓了 是不是 气液都变浓了 你少吃一点吧 慢慢的不吃嘛 哎 调整一下 当然不是说不让你吃的话 你想吃可以吃 只是调整一下 刚才调整一下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层面上 需要有一个调整 调整好的 不就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它是怎样 它是 就是这样的训练操练 天天 天天听到 神的话 喂养他 天天领生餐 造就自己 天天这个方言祷告 造就自己 天天领生餐 阿们 相信 你所为他做成的 所以神的话呢 兼顾了他的信心 阿们 好不好 兼顾了他的信心 那么 那么他就怎样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下来 他这些疼痛的症状 基本上都消失了 现在疼痛的症状 基本上都消失了 这个肿瘤也开始缩小了不少 已经缩小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疼痛基本上都不存在了 一切都是往好的方面上发展 每一天宣告的是什么 神的话 阿们 阿们 好不好 耶稣受到边伤 我得了医治 相信不相信 相信 相信你就天天选择 阿们 我的身体是圣灵的点 阿们 我是新造的人 没有疾病 你就是不接受的 是不是 因为宣告了 你看 先宣告 耶稣受到边上的医治 这是神给你做成的 阿们 再宣告 我是新造的人 我的身体是圣灵的圣殿 我没有疾病 我是健康的 阿们 这是你真实的自己 你得承认呢 你信你是谁 你就活出你是谁 你信你是健康的 你就活出健康 你信你有病 你就活着有病 信就是你怎么 你口里所说的 就是你心里所相信的 阿们 哪怕是你说 我现在心里还不相信 当你开始改口 跟我说改口 阿们 只有你改口 说说说 不但说 说到一个地步 你的脑子 你的心里面全都改了 好吧 有人说又给我洗脑 不给你洗脑不行 神的话给你洗脑 把魔鬼的谎言 全都洗掉 不用神的话洗脑 魔鬼就给你洗脑 看到没有 不但的报告啊 人啊 症状啊 疾病啊 疼痛啊 这些东西 天天给你洗脑的 但你神面的家说 不接受魔鬼洗脑 不接受魔鬼洗脑 好吧 无论是人也好 是环境也好 症状也好 报告也好 只要是负面的东西 报告的东西 都是魔鬼 再给你洗脑 你说我的脑子是耶稣的 阿们 我的脑子是自己的 我只听耶稣 只听自己的 阿们 这不叫洗脑 这叫建造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没有 你的宣告 我是心臟的人 我的身体是圣灵的圣殿 阿们 我是有权明有能力的 疾病疼痛 离开 是不是 你放眼 祷告祷告 你要说的一话 把这话记下来 不知道怎么说 你以后就按照那样说呗 好 怎样 还有怎样 基督活在我里面 是不是 我活在基督里 阿们 你跟他和耶稣 绑在一起 其实你今天 因着耶稣的保血 神明流血 已经和他合一了 阿们 为什么要这样宣告 就是让你的思维 让你的心态 意识到 跟我说意识到 阿们 让你的思维和意识 回转到这个真理里面 听到 你心里面怎么想的 脑海里怎么想的 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都能感知得到 你怎么想 身体就会有怎样的反应 那你怎么说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就会怎么听呢 这个是非常奇妙的 所以你要看到一件事 你要说 我活在基督里面 基督活在我里面 阿们 阿们 你要这样宣告 我是健康的 我是强壮的 我是充满生命 充满活力的 说 阿们 是不是 我们以前都没训练的 老说我有病 我软弱 我有问题 我疼疼 我痛得不行了 奉尼苏的名 这些快递 还给魔鬼 这都是魔鬼 发过来的快递 魔鬼发给你的包 你包个 送给他 还给他 不要了 阿们 是不是 不要再接受了 你天天要说什么 要说的是 你在基督里活着 阿们 基督活在我里面 我活在基督里面 基督没病 我也没病 阿们 这才是你真实的自己 说 还有怎样 哎就是我得医治 跟我说我得医治 我得医治 不是凭眼见的 跟我说不凭眼见 来把指头伸出来 指头 手伸出来 来来来 不凭眼见 不凭眼见 这是不是凭眼睛 来看见的 不凭感觉 不管感觉好坏 你都不听他的 不看症状 不看这个病怎么样 肿瘤怎么样 这些都不看 知道吗 不看医生的报告 不看医生的报告 这是不凭报告的 不看报告 怎么说 奉医书的名 卡 是不是 只听医书的报告 阿们 听医生的报告 医生说要死了 是不是 医生说没法救的 你接受了相信的 就死了 是不是 你不看他的 公主不看他的 只接受医书的报告 阿们 不看医生的报告 第五是什么 不听人说 特别是 不明白真理的人 他经常也过来看看你 哎呦 饭都吃不下了呀 脸色这么差呀 又缩着皮包骨啊 又太可怜了 是不是 这些人说的话 你说赶紧出去回去 回去啊 我需要安静 特别是你身边 比如说丈夫妻子 你千万不要听这些人说 是不是 赶紧叫他 你先回去啊 我们家需要安静啊 赶快就好的 越来越好 阿们 以后他需要休息 他需要 他越来越好 等你下车来 他就完全好了 先把他这样 这是个很好的理由 把他说负面话的 负面话的 负面这个言语的 这个给他封住 把他口封住 把他先打发回去 我告诉你 人说的话 一句帮不了你 只会 只会把你拉的 拉的怎样 拉到低谷里去 这不听人说 第六 不听鬼说 这个是很重要的 知道不知道 这个鬼并不是说 穿个大黑袍子 忽然站在你面前 告诉你 你不行了 我要打死你 不是的 鬼它是个邪灵 邪灵通常 它是用思想意念 来干啥呢 来灌输在你的脑海里 和心里的 知道吗 所以我们人最大的战场 其实就是在脑海里 和心里面 就是心思意念的战场 这个战场上 这个仇敌 魔鬼邪灵 会把负面的思想 疾病的思想 问题的思想 一年放到你里面 听着 不管他怎么说 奉耶稣的名 都不接受 明白 他会有一些想法 说你不行了 你这病得太严重了 可能要死了 你说奉耶稣的名 是不是 要对他说话 阿们 你父女说的 我是健康的 我是强康的 你提他 所以就叫不听鬼说 这个你一定要敏锐啊 跟我说敏锐 你不敏锐 你拿开里面 很容易接受这些想法的 心里面也是这样 知道不知道 你不敏锐 你说的什么话 你当口我就知道 你是什么人 你当口我就知道 所以很多人就接受 这些思想意念 不但就呱呱呱说 自己把自己说死了 看到没有 所以要得一致 你不听鬼说 跟我说不听鬼说 不听鬼说 这些负面思想意念 负面的忧虑 负面的情绪 奉耶稣的名 统统不接受 阿们呢 不听他说的 是不是 最后不听宗教说 是不是 宗教的人 宗教的这些领袖 一些宗教的话语 都会说 你有罪 罪没人听 是不是 阿 你神管 要你疾病 夹你身上 神的时间没到 你要等候一点 你要求啊 哭啊 等等各种各样的要求 各种各样的定罪 各种各样的威胁和警告 看到没有 本来你就生病了 被某个人攻击 他们要么要求 要么定罪 要么威胁 要么警告 要么冷漠 不管你 你死我跟他没关系 听到 不听宗教说 这都是宗教 背后是宗教的理 不听宗教说 你得医治 只相信神的话语 哈利路亚 喇嘛是真的 痛得不得了 在地上打滚 你都要宣告神的话 阿们 阿们 那坚定的宣告神的话 耶稣受别人 他说得医治 紧紧挂住神的话语 跟我说紧紧挂住神的话语 紧紧挂住神的允许 紧挂住神的允许 哇 就这样 弟兄姐妹 你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没有任何病能够胜过瘾 阿们 你夏天这样决心 我跟你说 疾病 真是重大疾病 就是决心和意志的交代 在我的服事当中 我经历很多 而且在我一看到 弟兄姐妹 她们身上也是经历这些 我又一次去一个地方服事 人家那有个姐妹 她的肺烂的攀孔 飞机盒到一个地步 都烂的攀孔 吐出来都是黑的 全都烂的 从医生角度 根本没办法救 是不是 后来人家完全好了 怎么好的 跟我说 不放弃 不放弃 阿们 哇 她们的姐妹 跟她一起祷告 天天祷告 天天想起神的话 起神的话 亲爱的这种姐妹 就是这么奇妙 当这样的话 她就完全恢复 完全得意志 看到没有 所以不管是癌症 还是什么各种各样 其他的疾病 其实你到最后 都是决心 跟我说决心 决心要非常重要 其实他就是信心啊 意志 都是信心决心的词面 阿们 你说我下令决心 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胜过基因 阿们 我一定要活到 一百岁以上 阿们 你自己说一下 你说的不说 怎么活 对不对 你的老海 你老是想着 我就活个七十岁 八十岁 但是生病了 我这是不是不行了 我这是不是要避死了 要回天家了 不行了 神的祭文 要是你足享长寿的 要勇敢地宣告神的话 阿们 阿们 如果你跟自己定义 说 我要活到一百岁 你肯定活一百岁以上 阿们 你天天听真理的道 天天方言道道 天天宣告神的话 你说说看 你不活一百岁 谁活一百岁 知道不知道 所以弟兄姐妹 这些有疾病的人 当他听了我们这些讲道 按照这些来 来听道 来祷告 来生活 来宣告 他的身体各种疾病都一致 阿们 阿们 所以你要清楚知道 神已经给我们成了 神的道 神的灵 最强大的武器 就是你胜过疾病的 疾病是属灵的 医学手段没办法解决 物理手段没办法解决 属灵的层面的 而神的道 神的灵是属灵的 阿们 是不是 一物降一物 邪灵 魔鬼疾病的灵 遇到神的灵 神的道 就把他给 谁降谁 神的道 神的灵 就降他 阿们 所以今天神的道 神的灵 给谁了 给我们了 给你干啥的 降他的 都说降他的 就是降他的 降给他 所以你是怎样 打败他的 你是胜过他的 阿们 神的道 神的灵 使我们怎样 使我们强大 使我们有 全面有的 恩道 顺过一切魔鬼 一切吉利 对你身边的家人说 你是得胜者 好不好 你是得胜者 你是得胜者 好不好 来 起立 得胜者 起来 放眼祷告 来 举起双手 来 操练 操练 听到这么长时间 到了 现在接下来 放眼祷告 回应回应 全告全告 我们一起来举手 一起来眼睛闭上 放眼祷告 开口 祝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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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谷 高谷 神的道希望 恩赐如何挑啊 奉耶稣的圣灵 健康得胜 得胜者 每个孩子都是得胜者 神的道 希望我们得胜 神的灵师 我们得胜 奉耶稣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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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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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 全球在你身上 噢 噢 噢 你是什么样子 噢 噢 你是其他人 噢 噢 噢 耶稣一天太大 耶稣太大 恢复了你的权利 恢复了你全的关系 恢复了你全的权利 哈利路亚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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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有狠狂 都没有释放 噢 噢 噢 不要再有狠狂 都没有设定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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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运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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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舍令 持久舍令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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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告 强硬的运气 舍令 强硬的运气 运气在我们身上 噢 噢 在我们身上 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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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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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 本次如何展望起来 就是现在 圣灵的火燃烧 就是现在 圣灵的恩道运气 就是现在 全民就是现在 一致就是现在 独立就是现在 我就是现在 更多更多 更多参言祷告 参言祷告 就算了 去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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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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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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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